我父親一直都是很赤子之心 他像小孩子一樣 所以他喜歡收集稀奇古怪的東西 比方說這個 你看是一個酒瓶對不對 它其實是一個打火機 這個滅火器 滅火器一樣 你看到有凸起來的地方大概就是打火 這裡 這個還有火 這個居然還有火 他完全是一個喜歡為別人做事跟奉獻的人 他很快樂 他非常快樂 我爸原名是麒麟的你 但是因為我父親基本上是一個 蠻隨性又蠻懶惰的人 他覺得這個名字實在是寫太久 所以來台灣的是自一把改成雙木林 他的台詞最有名就是隨時隨地都在睡覺 這是我們郎家的遺傳吧 我們都困的時候就馬上就可以睡著 我們家因為是滿性是扭護路嘛 我爺爺成年以後是家道中落啊 我父親說小時候家裡很大 就七禁 一個禁是一個完整的庭園嘛 靠近夫子廟 那附近有一個王爺府吧 就是這麼大的一個房子 他很小就是一個頑固子弟 也不管家 什麼都不管 那我奶奶就很辛苦 在那個年代 所以我奶奶就是靠擺攤過日子 我們家小時候有一落 他誰才畫的 全部是南京大屠殺 他眼中看到的實景 就躲在城門外面 就看到很多景象 包括拿那個刺槍去把肚子剖開 丟胎兒玩什麼這些 這些畫面都太過於血腥了 所以他後來必須把它畫出來 可能他畫了之後才沒有那個惡夢 他的工作一直都是在電視電影嘛 後來才知道 哇原來你是師範大學 南京分校的學校 而且他們的做考體育系好嚴格喔 不是說 考什麼專長或什麼的 是所有的項目都要考一遍 所以我小時候才覺得我爸怎麼那麼厲害 又會游泳 又會玩球 可是他那個大學念得很冤枉 他畢業證書拿到的那個時代 剛好是汪精衛竊國的時候 所以他們的南京市市長是汪精衛 所以學歷不被承認耶 他示範他畢業以後 我覺得跟我奶奶也有點關係 就希望他去考公務人員 最穩定嘛 然後他就考進了郵局 他就被分派到玄武湖邊 上有一個遊艇 他是那個遊艇的艇長 聽起來很大喔 其實只有一個小弟 就只有另外一個遊務司跟他兩個人 所以他平常也很閒 公家會派給他一台英國進口的腳踏車 所以這位體育系的畢業生 沒事就這樣遊著湖逛 因為整個國民政府要撤退來台 那我父親他是遊艇的艇長 所以他有拿到政府配給的船票 那他只有兩張 他就覺得說既然有船票 當然是給弟弟 然後希望弟弟可以帶著媽媽到台灣來 我叔叔跟他講說 你能走你就走 我留下來照顧媽媽 就是雞蛋不要都丟在一個籃子裡面 我爸爸就一個人上船了 上船然後又不敢跟我奶奶講 那已經走了 奶奶也是好認的 他先到貝府場 就是軍方的戰備用品 軍衣的製作 那個年代戶政很亂 所以你怎麼去推展郵政這件事情 非常困難嘛 這些人有些就分配到軍中去 是因為這個原因 那分配到軍中呢 我爸爸這個人他不閒散 可是他不喜歡被管 他抽不了 他去沒有很久他就溜了 然後這個秘密是到他80歲才說出來 他說他是逃兵 秘密很害怕人家會抓他 我就跟他說 我說爺爺你都80了 沒有人會要你 擔心什麼樣 之後他才去台營場 台營場就有很多同事嘛 包括那個王道大哥的父親 王爵先生 這個是他到台灣以後 在一個中國國民黨 省黨部文化工作大隊 我是在這個大隊出生的 有點像我們現在的義工隊 因為那個年代裡面就是 沒有電視沒有什麼 你要去宣傳政令啊 要安撫明星什麼的 所以他們這個隊裡面 就有很多記憶 然後他呢 去背服場學的那些東西 他也很會車衣服 甚至在文化工作大隊 他有一個很神秘的工作 我們至今想不透的 完全不知道他哪裡學的 他會變魔術 表演吐火 就吞火跟吐火 然後他表演什麼 吃鐵丁 吃玻璃渣都吃到肚子裡面去啊 所以我媽媽常常跟他開玩笑說 你當年喝的孟婆湯配方一定不對 腦子糊裡糊塗的 可是很多技術都是上輩子帶來的一樣 當他一開始進台師 他其實在美公主搭警班 然後之後慢慢慢慢的 人家就開始找他做陳設 然後就在開始蒐集怪東西的時候 後來台師真的給他一個空間 讓他放道具 奇奇古怪的 跟偉忠哥工作的時候 偉忠哥常常就會突然間前一天說 然後說我明天要一個大壽桃 這麼大 去哪裡生啊 然後我父親就是去買鐵絲 棉布 做成立體的 上面在鋪簾子 然後再拿油漆去噴 就一個這麼大的壽桃就拿去了 他又是一個小孩心性的人 他不完全未工作 一半一半 我爸睡覺幾乎太好笑了 然後我爸要上去訂什麼東西 要站在梯子上面 剛好徐起平經過 欸朗叔你這樣危險 我跟你扶著 就扶著扶著怎麼就 就聽到上面沒聲音了 我爸在訂東西 HIV到了 1991uku 老鼠 老鼠 他睡著了 他睡著了 盯著盯著睡著了 老鼠啊 你這樣很危險 沒有 終於 因為他還是待太久了 他就直接跟人家借廚房 然後用他自己買的材料 炒一大鍋的辣椒小魚 自己買的罐子分裝 然後在電視台看到誰 欸 這是我曹曉雲拿去吃 欸 這什麼怎麼拿去吃 或者是他知道我在工作的場所 他每個五代四就會跑來 所有的導演都搶掉在那邊當導演 因為我夫妻有時候就是燉雞湯 要不然就是帶什麼包子 帶什麼 所以大家都在等昂書 剛剛開放的第一年 我父親的表弟就先回去了 回來就跟我爸爸講 我奶奶早就過世了 我爺爺早就失蹤了 這一家人不存在了 所以父親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難過的 我就偷偷上樓 就到他的房間 我就聽到他在裡面哭 然後再過了不到半年吧 他才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叔叔沒有失蹤 奶奶也還在 都在雲南 剛好那一天是除夕夜 一出去機場 馬上就看到我叔叔就等在那裡 而且一眼就會知道那是叔叔 因為兩個好像 氣質都非常非常像 然後這個相隔四十年 兩個人見裡面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就只有互相叫對方的名字 就是手這樣握著 車輪啊 車順啊 車順啊 就這樣一路從機場開到叔叔家 我爸就那種三步並做兩步的 體育系的嘛 就飛上去 就在二樓的那個玄關 我奶奶就站在那裡 拿著拐杖站那裡 都講不出話來 我爸爸奔上去一看 他媽就直接跪下來 然後我奶奶就罵人啊 因為我爸當初走了就是騙他 說出去買東西嘛 所以他真的就是指著我爸 那個手抖的眼淚 老淚中痕嘛 就問我爸說 你是出去四十年了 你當初跟我說你出去買東西 你現在四十年了 你給我帶什麼好東西回來 我就跟奶奶說 奶奶你不知道他都在吃一種東西 叫檳榔 爸爸為了要讓您看到他呢 覺得滿意 覺得乾淨清爽 特別洗了牙 我爸還很得意 我爸說 對呀 我那時候沒洗牙的時候 你要是問我說 你哪人啊 我說蒙古 你幾歲啊 五十五 喜歡吃什麼 吃豬 但我現在洗了牙不一樣了 你再問我 我哪人呢 我山西 今年多大了 三七 喜歡吃什麼 愛吃雞 我奶奶被他逗的 我不知道是被他影響還怎麼樣 我從小 我為什麼喜歡表演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 我希望看到我身邊的人笑 希望看到我身邊的人快樂 這一點是跟我爸爸非常像的 我永遠記得那個畫面 夕陽西下 陽光就斜斜地打過來 我就坐在那 小小的一顆 四歲多 在那邊等我爸爸 我就是覺得 爸爸就跟那個太陽一樣溫暖在我旁邊 好像我知道他在想什麼 他也知道我在想什麼 我父親過世那一年嘛 我覺得好像要有一點什麼痛感 還是什麼才能夠削擰掉我心裡面的那個不安跟痛處 這是一個麒麟 古麒麟 這是他的頭 因為其實我父親的本名 狼成林 他是麒麟的林 你選那個回望 就爸爸要看著我啊 等一下你別忘了我啊 你要回頭看看我在這兒啊 我很好玩 因為我用的這種感覺 這樣找到我 我要死你了 我愛過你了 我愛過你們的第一天往上 你愛過你了